早晨,原來生活很快樂 今天在直播室除了有程凱恩之外 我們這個環節叫生涯規劃向專業出墳 不知道大家早上聽著三機 對於你的工作滿不滿意 有沒有想過轉行或加入新的行業 先介紹今天在直播室的兩位嘉賓 他們都是來自國際教育認證聯盟的會員 在我旁邊看不看到她的磁場和攝力 沒錯,因為她是校長的身份 來自富家國際教育Granwa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校長就是Jessica Lowe 早晨,校長 早晨,大家 旁邊也有兩位同事,她就是Helen 早晨,Helen Helen是高級導師 一會兒聽完校長說後 就知道這位導師會教學生什麼課程 先問一下校長Jessica 這間學校叫做富家國際教育 其實是一間什麼教育機構 我在這裡先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學校本身最主力是做產後護理 產後收身、窄肚催育 產前人腐按摩 都有些醫護課程 最初的時候,因為剛才跟你聊天 這間學校也有超過五年 五、六年 今年第七年 第七年 厲害 最初的時候,說回第七年前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扮演一間餐廳 好像教人生兒和嬰兒 很多護理這些工作的學校 是的,其實嚴格來說 我們這個產後護理都算挺新興 可以 以前不用讀書 都可以做多一點就入行 是的,經驗就夠了 我們說一下七年前的契機 其實我本身最早期教的科目 就是一些專業的職業教育課程 專門培訓一些導師 舉個例子,大家可能認識很多 優兒教育 或者一些playgroup 其實他們都會有導師 我們都會有導師的派照 這樣會考取給學生 當時我發現 我每一班總有一半或以上的學生 他們都是來自產後護理 好像培月有沒有聽過 培月有 類似這些媽媽 很多來讀書 他們很想成為一個職業教育的老師 我就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然後她就說 香港很多人生小朋友 生的特點是什麼 少 一個起兩個字 大家全部的小朋友都是金波羅 他們會用很專業的資格 還有很有知識和技巧 去照顧他們的寶寶 他們很想拿一些專業的牌照 一班的精英 我就問她 接下來最熱門會是什麼 給我一些Instagram 給我一些機遇 然後她就彈了兩個項目給我 就是 雜肚 催 雨 然後我就想 其實真的很新 不知道市場要不要 但我發覺 這麼多這些導師出現的時候 我們有一班精英集合在一起 無獨有偶 當時有一個英國TKUK的牌照 剛剛來香港進入這個市場 我自己膽糟糟糟 走過去問一問 其實我想問這些鏟頭狐狸 摘套、催羽 其實都可不可以成為一些專業發牌的項目 即是有證書、有文憑 是的 還有一個專業資格 令到外地都可以有認受性 那我就問可不可以 然後那個組織回覆我 如果你的課程真是專業 你的內容是充實 而且得出來的效果 可以幫助、服務到你的人民 其實是可以的 那我就說了 我覺得你很厲害 好像也很緊張 然後無獨有 我們成為全香港第一間 可以發到英國TKUK牌照的 第一間雜套催羽學校 在行內來說也是一個龍頭 托賴其實也算是 即是說 假如我當今早上聽著三機的聽眾朋友 很多時候我都看到坊間有很多陪語員 他們都會說是升級陪語員 或者受過專業訓練 諸如此類 但這些東西聽起來好像很行 但老實說也是一個虛閒 我們如何實際去考證 究竟現在我想找的陪語員 或者習吐司 或者催羽這位專業人員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他有沒有一個認受性 其實可以像校長 剛才你這樣說 參考他們究竟上過什麼課程 所以剛才你說的英國認證 都可以作為一個標準 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個人分享 因為每人都有雇主上 同國雇員的人甲人員 這個除外 我自己覺得分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我剛才所說 真的有些專業資格 可以參考 但第二部份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看從業員的人品 我會看這些 包括他考了很多排 都未必一定是絕對好 為什麼呢 還要看看服務客人的評論 有些生過嬰兒的媽媽 看看口碑如何 對 做了多少個嬰兒 還有做了多少個客戶 還有客戶的 feedback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 還有就是自己的從業員 自己的操守 是否做得好 這幾方面都重要 校長 譬如有些朋友 他加入了你們的學校 或者想報讀這些課程的時候 在他們報名之後 你會不會都有一個 你已經可以把關了 第一關 你看過那些學員 考試是嗎 尋找他 未收他之前 不是說有錢都可以讀 你跟他聊天 他是不是純粹為了賺錢 都沒有愛心 都不夠細心 或者操守不對 那你是不是第一關 凡進來讀這些課程的人 你都如何過關斬仗 才讓他讀課程 有沒有這些 其實都很主要 看從業員報讀的時候 究竟他的心態是怎樣 如果你純粹只是S兩棟 說真的 說錢 然後你說看到BB哭 就想火滾 我想不好了 真的我們都會跟他聊 就像現在這樣 我們聊聊天 然後你感覺到那個朋友 可能不是很適合 不要緊 我們轉介紹別的東西 其實我們中心 除了這幾個課程之外 有其他可能是按摩護理 或者其他護理 又試一下 我們又以軟轉的方法去幫他 不過今天我看到這個播室 Helen應該非常適合 因為現在身份已經是高級導師 我先問Helen 你最初為什麼會 我相信你都讀過一些課程 現在就是教 你最初為什麼覺得 這個行業的前景 剛才校長說了 不是在S兩棟 你一定不是 當然我們都 也要生活 這個錢是必要的一個囚怒 但除此以外 這個行業 有什麼吸引你呢 其實你是可以幫助 產前 產後的婦女 可能產前的時候 當她懷孕過程當中 可能她會很累 很多不舒服 可能抬著寶寶 腰背會比較痛 或者腳會有水腫的現象 透過孕婦按摩 可以幫助她的狀況 有改善的作用 而當她生完寶寶之後 可能身材有一點變動 因為懷孕過程當中 身體釋放一些鬆弛素 令肌肉和骨頭 會放鬆 可能盆骨會變大了 生完寶寶之後 可以透過一個紮套 用一個紮帶 去改善修復她 盆骨擴張的情況 以及鞏固改善她腰背痛的狀況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這一行的前景是怎樣 有些人說現在香港的父母 其實生嬰兒的數目都少了 相對於以前 究竟這一行的前景 你會怎樣看 其實一路都會有 雖然現在人少了 但一路都會有人生小朋友 其實一路都會有這個需求 還有我覺得 不知道校長你同不同意 以前那一代很多時候 生完給老爺奶奶奶 或者公公婆婆臭 但我覺得現在新一代的媽媽 他們受到教育的越多 還有很多中西的思想 在其中的一來 老爺奶奶奶現在很健壯 未必肯留在家裡幫她照顧 是的 二來那些年輕的媽媽 亦相信一些科學化的方法 可能這樣使得市場的空間 會繼續有那個需求 其實這個需求真的很大 為什麼我這樣說 除了你說四大天王 是否很臭 四大天王 明明 明明 雙方父母 其實我看到一個現象 反而很想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會覺得 現在的疫情 感覺經濟環境 都好像感覺不太好 但我相信大家都留意到 其實有些行業相對地 在這件事上 也未必一定十分差 嚴格來說 好像我們教育行業 其實我們都不算很大衝擊 但我們發現 為什麼我們的學生來自哪裡 為什麼我們都有一個穩定 緩慢的 不過也是一個微增長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發現 在這個疫情底下 很多一些是航空業 酒店業 旅遊業 很多人都在這個機會 可能剛才你剛才開始演華齋 我好想轉工 但未有一個契機 但這次讓他轉一轉之後 我發現 好像聽說 有些以前的前僱主找回他 那些學生畢業生都說 不回去 已經轉了行 因為他在這大半年 一年裡 他已經找到自己的空間 是一個重新發展的空間 即是更加喜歡的工作 我舉個例子 舉例子 之前有很多店舖可能開不了 很多從業的地方 可能要休息一下 但你留意一下 如果產後的修身護理 或摘肚護理 某一些類別 我們會上門做這個服務 就涉及不到關門的情況 所以聽眾朋友 今天早上聽到 對這些課程有興趣 都可以查詢一下 今時間匆匆 多謝校長 謝謝Helen 謝謝 謝謝你